GETSWIN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把这个 GETS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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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它图SWIN OK那这边的话呢 把它 再记得把它图SWIN OK那另外一个也是一样 所以这边的话呢底下 因为测试的时候 因为每次都要一直Key 所以在测试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它直接输入一个词 让他知道说可以跳过去 OK然后的话这边改成 GETSWIN 那也就是一个 参数对应到的就是他填的资料 OK这两个对应到 然后一样的话把值 转换成UNICORE 那个UTF8 然后最后的话再把它做切字 最后再 产生也是一样这个地方把最后的结果 再把BODY的部分呢 前后都切掉留下我们要的部分 最后秀在画面上面 所以这边的话呢 最后我们来DEMO一下 基本上就是 直接输入 Terry OK然后这边的话 比如输入1234好了 那按下登录的话 他就会把这个讯息传递过去 他会 Return给你 一个 Response 结果给你 那你就利用那个什么 就是TestView可以把这个 接到了 OK利用这样的方式 那 不过这种方式其实撰写起来 比起GET其实会复杂一些 而且 错误的机会也比较大一些些 那我们是多一个用List的方式 去传递参数 OK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好了 那等一下我再把Source给各位参考 因为这个地方 画面是有放上去的 不过光要 call这几行 恐怕 应该对各位来说 都不是太简单的 OK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